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到家养生修炼当中的常用手印 叫做握布,它能够振奋身体的阳气 让你在秋冬季节温暖全身,在睡眠当中提高肾气 最关键的是,担心自己没有毅力,不能坚持的人 这个方法你一定能够坚持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握布的标准手势 双手打开,首先把你的大拇指扣在手心 指尖位于无名指,也就是你第四手指的指根部 然后曲起其他的四根手指 稍微的用力,把大拇指握牢 就好像是你握住一件宝贝一样 这便是握布了,双手同时握住 平时咱们握拳的时候,一般习惯是把大拇指放在外面 但是握布呢,是把大拇指放在里面 许多人都有手脚冰凉的现象,大家可以做一个试验 当你手脚冰凉的时候,把你的双手进行握布 然后呢,等待片刻 双手此时怎么放都行,竖着放,或者是平着放,都可以 等待片刻,感觉一下自己冰凉的手是不是有灰暖的感觉 甚至有人会感觉到一股热流顺着你的手臂到了掌心 这就是我们阳精得到固设,来温暖我们手脚四肢的一种状态了 东主收藏,身影天时,那通过握布这个方法呢 可以固设我们珍贵的精气神 为什么我们要把拇指放在无名指的根部呢? 有的人可能双手比较灵活,拇指可以一下子放到小指的根部 但是呢,没有必要啊,我们一定要把拇指的指尖放在无名指的根部 因为这里呢,是肝魂关翘所在 所以这种握布的手势,我们同时还可以起到咬肝的作用 一开始呢,你的力气不用太大,不要握得特别紧啊 在感觉自己舒适的范围内即可 就是你的拇指会感觉到有一种紧紧的包裹的感觉 如果一开始呢,感觉自己握得不够紧 可以慢慢的去增大握力 有些人呢,可能根本就使不上劲 或者是手指,大拇指难以弯曲 或者其他的手指啊,僵硬难以弯曲 那么你可以先让自己的中指和小指逐渐的去用力 无名指和食指不要去用全力 坚持几次之后呢,我们再来把 四根手指全部都逐渐的用上力度 如果你平时有时间在睡觉前能够握顾静坐一会儿 还能够改善虚凡失眠 顾护肾气,滋阴降火 让你能够睡个好觉 握顾静坐 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个柔软的坐垫或者是瑜伽垫 然后呢,双腿跪坐或者盘坐都行 单盘双盘都可以 那不能盘腿的朋友呢,就坐在椅子上 把你的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就可以了 然后背部自然挺直 双手呈握顾的标准手势 放在自己两个大腿的根部 轻轻地靠着你的腹部 然后把你的腹部放松 缓慢地呼吸 双眼微闭 坚持五到十分钟 如果你能够真正地静下心来 你会感觉到背脊 有像提起来一样的 这种阳气的往上升的这种力量 从命门到大锥再到头顶 这个时间不用太久 每天五分钟就可以 当然了,如果你习惯打坐 是可以适当延长时间的 其实呢,握顾也是一个 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功法 大家呢,一定要下意识地去记住它 提醒自己经常去做 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也可以尝试双手握顾的姿势 在睡梦当中呢 你能够帮我们养不慎气 而且你也会睡得更深沉 更安心,不容易被惊醒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握顾的时候 不管你是单手或是双手 都是可以的 大家要记住呀 握住了 就坚持三到五分钟 不要松开 那么说起怎么补肾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 就是六位帝皇丸 但今天 李老师就教你一个 胜过六位帝皇丸的锻炼方法 叫做闭门固精法 来巩固身体的阳气 防止肾经的流失 晚上其实是最容易流失精神的时候 一是有的人会纵欲难以控制自己 二是很多人会熬夜 这跟纵欲其实一样非常伤害身体的圣经 所以在晚上睡觉之前 我们可以先练习闭门固精术 把圣经牢牢地锁在身体当中 那么你可以盘腿坐在家中的床上 或者是垫子上 不能盘腿的人也可以坐在凳子上 首先第一是 收气收经法 用两个手分别按住龙虎两个穴位 左手中指收回 中指下点按的穴位 这个点是龙穴 这个穴位与心气相通 右手中指收回 中指下按住的穴位叫做虎穴 这个穴位与肾气相通 这就是龙虎二穴 之后我们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左手的中指点按住右手的手心 右手的中指点按住左手的手心 这样就按住了龙虎二穴 这样可以让心肾之气保持稳定 封锁气脉 按住这两个穴位不要动 然后用舌头抵住上唇之内的中心位置 就是人中穴的内部 然后吸气 眼睛随着你头部的转动 从你的正前方向左上方 看到你身体的左后方 尽量的向后看 看到眼角余光最大的程度 吸气的同时 提高 收缩前后音 屏住呼吸 停留三到五秒钟 然后呼气 眼睛从你的左下方 慢慢的回正 回到正前方 重复这个动作 重复这个动作几次 每次都是左上方 向后 吸气 提高 保持几秒钟 呼气 放松 回正 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重复做九次 如果本来在晚上 你的身体有一些阳气上升的 有一些欲念的反应 那么做完这一事之后 就会立刻有所减退 心里面能够立刻平静下来 这就是收气收精之法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练习 顾经关门之法 仍然是安静的坐着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跟刚刚我们点按龙虎穴的位置 是一样的 中指点按住双手的龙虎穴 其他四个手指 自然的伸开就可以了 两只手掌上下合在一起 放在你肚脐的下方 舌头抵住人中 提高 并且吸气 眼睛随着头部的转动 从正前方经过你的右上方 到达身体的右后方 眼角的余光尽量的往后看 保持三到五秒钟 然后呼气 从你的右下方回正 这样转一周 重复九次 这样做完之后 双手的手掌 放在你的后腰处 搓一搓后腰 把后腰搓热 然后静坐10到20分钟 之后还有第三是 五龙盘体握弓 侧身躺下 一只手弯曲你的肘部 用大拇指按住耳朵后方的 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耳垂下方凹进去的位置 其他四个手指自然地松开 放在你的脸颊处 另一只手的掌心 贴在自己的肚脐上 上面的这条腿伸直 下面的腿弯曲 舌头抵住上颚 闭上眼睛 调整精神和呼吸 让精神和呼吸相互配合 直到达到一种非常安静 非常专注的状态 此时你的身心都非常放松 当我们把自己的身心都忘记了 就进入了冥想状态 精神集中 一呼一吸 异念之中 气从后面上升 前面下降 蒸气散布到全身 滋养后天的身体 这一是你可以一直保持到 自己入睡的时候 也可以给自己稍微定个时间 比如说10分钟或者20分钟 当我们能够达到 进入冥想状态的时候 时间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中间我们出现了困意 就可以自然地放松身体 调换一个舒服的姿势 自然地入睡 用两只手指点按住龙虎两个穴位 封锁心肾的经脉 心代表性格与眼睛有关 肾代表命运与生殖器官有关 练功的时候 提纲让酷于疾病的紧缩 能够封锁精气的管道 心与眼睛相通 向上转动眼睛 可以让心中的真气 使得虎穴之内的真元抬起 约束筋收缩 这样可以避免失去原阳的问题 另外我们用舌头 在内部抵住人中 鼻子吸气 让气管收缩 聚集在肾内的精气管 也会同时收缩 这样就能够封住精囊的管口 也可以避免失去真经的问题 自国以来 养生都是非常注重 顾精之术的 这并不是单纯的 为了改善防势的能力 更准确的来说 是为了通过养肾 来提高自己整体的身体素质 小纸上有一个清热降火 活络气血的第一大穴 无论是失眠还是肾气虚 动动小拇指就能解决 那么这个穴位呢 是我们小肠精善的起点 自己这个穴位 可以激活小肠精上 所有的19个穴位 它叫做少泽穴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找一找 这个厉害的穴位 少泽穴呢 在我们小指的指甲下缘 在找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把指甲的侧缘 向下画一条延长线 然后呢 这里是我们小指指甲的 下面基底部 也画一条延长线 这两条线的交叉点 这个地方就是少泽穴非常准确的位置了 那其中呢 少就是小的意思 泽呢 就是水流聚集之地 所以啊 少泽就是小水塘的意思 有水 它就能灭火 心与小肠相表里 它就能灭心火 心在五腔当中是属火的 心火大 你就会心烦 这股火一路上行到了喉咙 就会引起喉咙疼痛 再到口腔 就会引起牙咽肿痛 上行再到了脑袋 就是头痛 耳鸣耳聋 小指呢 作为小肠经和心经的一个交接之处 那少泽就是这个交接所在 咱们接下来呢 拿出自己的刮砂板 用刮砂板的一个脚 比较薄的这个脚啊 开始刮我们的少泽穴 一只手手持刮砂板 然后我们从手背 往指尖的这个方向啊 来刮 刮哨泽 一到两分钟 刮到你的皮肤 感觉微微的发红发热 就可以了 好 左右两只手都要去刮一刮 刮哨泽 可以每隔一天刮一次 刮完之后要记住 你的双手不要去碰冷水 也不要喝冷饮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我们来握住少泽穴的两侧 内外两侧 然后再用我们的指甲啊 去掐按 掐一下 松一下 掐一下 松一下 这个掐按的动作 循环上50次 掐完之后呢 你的哨泽穴位置上会看到有一个淡淡的指甲印 还有皮肤是微微的粉红色 那么这个力度就足够了 咱们也不需要过度用力 以免把皮肤掐破了 或者是掐出一个大水泡 其实平常啊 您在跟人聊天说话的功夫 我们就把按握哨泽这个动作就做完了 除了哨泽 我们在小指的外侧肌部 还有一个叫做老眼点 它的位置呢 在我们小指的外侧 在指根的这个位置 这个点就叫做老眼点 那如果老年人早晚可以用拇指和食指啊 捏住你的小指的肌部 就可以起到防治 白内障老花眼等等 眼病的一些作用 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穴位 此外呀 咱们在心烦睡不着的时候 就来做做小指操 养心不慎 快速入睡 躺在床上 双臂呢 与肩齐平伸直 向两侧平举180度 双手呢 先握拳 然后同时伸出自己的两根小指 再做一收一放的动作 其余的手指呢 就保持紧握的状态 你每做一次呀 就要做到位 连续做一百下 要坚持做完 做的时候 一定在伸的时候 把咱的小指伸直 收的时候呢 把它收回 大家不要为了急着把一百下做完 随意的去做 这样动作呢 就不到位了 一定要把动作做到位 我们普通人呢 在生活当中 穴位的按摩和小指的锻炼相结合 也是能够起到非常不错效果的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